深夜的体育场里竟然坐满了人 周围还有各种角度的摄影机在拍摄 这是什么大型比赛呢 只见一个男人正在桌前犹豫要选哪种武器时 背面一只剑就射了过来 男人一个亮枪撞翻桌子 顺势滚到桌板旁躲了下来 他将手小心翼翼地伸出桌板外 想测试对方的速度和位置 一瞬间对面又一只剑飞过来 当男人躲回桌板时 发现自己左胸口已经插着一只剑 疼痛没有让男人停止思考 他拿起一把大剪刀 硬生生地剪掉了剑的尾端 一直躲在桌子后面也不是办法 他拿起身旁的匕首奋起直锥 正面迎接飞剑 朝对方跑去左躲右闪 避开了另外两剑 直接将射箭之人击倒在地 然后用手里的匕首疯狂朝对方刺去 所有的疼痛和愤怒转化为力量 把对方刺成了骰子 只是聚光灯下可以看清 死者和男人有张一模一样的脸 这难道是他的双胞胎吗 另一边一个女人正在餐厅吃饭 对面坐着自己的妈妈 只是女人吃的并不是美食 而是妈妈递过来的硬币 她一口一口不停地塞 随之也大口大口不停地吐 吐出的硬币比吃下去的还要多 只听妈妈用冷漠的语气说 再见沙拉 睁开双眼 原来这是一场梦 我们的女主就叫沙拉 噩梦惊醒 她发现枕头已经被一大滩鲜血染透了 随即来到医院检查身体 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导致自己一直渴血不止 期间看到后诊区有人断了一个手指 血流不停 有个母亲抱着婴儿焦急等待 护士问你着急吗 应该不急让他们先哈 话外说完 一口鲜血吐在地上 护士惊恐的目光看着沙拉 立即安排检查 事后等沙拉再来医院去检查结果时 得到一个噩耗 她得了一种罕见病 而且已经到了末期 这种病的致死率是98% 剩余2%是误差范围 不是治愈几率 也就是说她快要死了 还是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 沙拉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 眼睛几里咕噜直转 医生已经开始跟她探讨 怎么安葬的问题了 所有安葬方法都探讨结束 医生又带来了另一个可能 就是可以通过克隆技术 复制一个自己 这样你就依然活在这个世上 只不过是本体死了 复制人接替了自己 其他事情不会改变 法律也允许 一番思虑过后 沙拉决定复制一个自己 她来到克隆中心 经历一个小时的等待 就见到了自己的复制体 只是因为制作过程中 基因编码出了纰漏 复制体的眼睛是蓝色的 与棕色眼睛的沙拉不完全一样 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折扣价格 可以少付一些卡债 回程的路上 复制体开始咨询 关于沙拉的一切 她必须尽快学习 好在沙拉离开人世后 完美替代她 就这样沙拉和复制体 一起生活了十个月 复制体已经达到 不用听沙拉指示 就可以做任何事了 只是大家都有所疑虑 沙拉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说白了就是沙拉为啥还没死 现在复制体已经接替了她的生活 自己已经是个多余的人了 沙拉决定去医院复查 结果医生说 她已经痊愈了 不会死了 真是笑话 自己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已经做好了 随时迎接死亡的准备 甚至害怕妈妈 因为自己的离开而伤心 听从医生的建议 花了大价钱 制作了克隆人复制体 现在你跟我说没事了 不是笑话吗 医生也只是冷漠地提醒 复制体只有在本体 即将死去时才能存在 现在你已经不符合条件了 还是尽快申请报废程序吧 出了医院 沙拉坐在车里 大声吼叫起来 自己这是经历了什么呀 明明大病痊愈 应该开心 现在却完全没感觉了 接着沙拉来到母亲家 原本想把委屈与母亲诉说 结果却碰到男友和复制体 在这里与母亲相谈甚欢 沙拉一直没有跟母亲 说起克隆人的事 她想等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把复制体作为礼物送给母亲 只是不知道 复制体竟然背着自己 早就和母亲联络起来 妈妈和男友已经不愿意承认 她的本体身份了 他们跟沙拉摊牌 更喜欢复制体 就直接把她推出门外 愤怒的沙拉大喊 你就等着收到报废程序吧 我才是沙拉 随后沙拉也被赶出了男友家 这里已经是复制体的家了 之后沙拉还收到通知 报废程序显示不能终止 因为复制体已经存活快一年了 他们过了三个月的试用期 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 不能进行报废处理 像沙拉这种情况 只能选择格斗程序 谁赢了 谁用本体的名字 活在世界上 输了的那个将按照流程进行销毁 原来影片开始那一幕 是一个本体与复制体的决斗 由此看来 沙拉只能通过决斗 才能回到自己原本的人生 她找到一个教练 开始学习格斗技巧 只为能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 转眼间 决斗之期快到了 沙拉还在卖力地训练着 最后一刻 教练让沙拉用猎枪射杀一只金毛狗 她端起猎枪 看着狗狗的眼睛 许久还是没办法抠动扳机 即使教练在旁边说 这只狗已经老了 它病体缠身 活着就是痛苦 你开一枪就是帮它解脱 于是沙拉再次端起猎枪 仍旧没办法过得了自己的内心 一切训练都是为了格斗当天杀死复制体 既然沙拉没办法杀人 训练就相当于失败了 她解释自己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杀死复制体 其他生命体不行 这时发现复制体在外面偷看 沙拉不加思索 回手就是一枪 等追出去时才发现 打中的是一只小狗 沙拉来不及道歉 追着复制体的身影而去 途中遇到一对双胞胎 通过他们的引导 沙拉找到了复制体所藏的位置 两人心平气和地交谈了一番 原来复制体已经开始厌倦成为沙拉的生活了 现在她跟男友在一起 总是为了小事吵架 自己之前为了尽快学习沙拉的生活习惯 与家人相处 就有一种讨好对方的心态 现在时间久了 发现真的很难过 母亲也是控制欲极强 一点小时都要报告 电话更是24小时 夺命连环抠 真的不想再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 随后复制体还带着沙拉来到一个地方 这里是治疗心理疾病所必须的环节 心灵分享会 这天这场分享会的每个人 都是在决斗中活下来的那个 不光有主体 还有复制体 虽然都是决斗中胜利一方 但是还没享受胜利带来的喜悦 就开始背负巨大的精神折磨 根本没办法正常生活 离开分享会 沙拉和复制体进行了促膝长谈 为什么两个之中一定要死一个呢 为什么制度的巨大缺失要由个人来承担呢 在查阅了所有法律法规后 二人握手言和 决定一起逃走 逃开这个制度不合理的地方 只要离开这里 两个人就有活下去的可能 不要成为制度不合理的牺牲品 自己的命运就要自己掌握 于是准备好行囊 两人一起出发 复制体也在副驾驶上学习开车技巧 来到边境 穿过这片森林 就可以逃离这里了 进入森林前 最后检查一遍行囊 也要确认双方是否携带武器 然后就可以出发了 这时沙拉发现自己没带水 正好复制体准备了两瓶 也为了庆祝重生 两人以水代酒 象征性的碰杯喝口水后 向森林走去 路上二人猜测 如果大家发现两人失踪会怎样 还构思出了各种结果 这时走在前面的沙拉突然停了下来 面色凝重 鲜血从嘴角流出来 下一幕 决斗场上一切准备就绪 沙拉一拳一拐地跑来 评委确认本体身份后问 为何迟到 沙拉说 车子路上抛锚被撞了 自己也是因此受了伤 害怕违反规定 才拖着伤心来报道 说完还缠媚地 朝妈妈和男友打招呼 二人也热情回应 在评委确定 复制体还没有来 可能逃跑后 赶紧派人去寻找她的下落 出动搜救权 查找边境森林也一无所获 这样只需要通过专门的程序 确认留下来的人是本体 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 这天男友与沙拉在一起讨论 人都会老去时 妈妈打来电话 沙拉只是看着电话铃响 并不接起 男友疑惑 沙拉有些生气 这是我妈 不是你妈 男友没出生 信信的上班去了 接着沙拉开车去上班 同时收听妈妈的电话留言 亲爱的 我知道你刚恢复到正常生活 还需要适应 不过也不要忘记 取定制的棕色隐形眼睛啊 我们定的量大 随时可能缺货 这个问题你一定要记得呀 言语之间似乎有一种威胁的味道 接着沙拉江车逆向行驶 来到了转盘道 停在路上崩溃大哭起来 全片完 本片充分发挥了芬兰电影的特色 镜头画面凌冽 氛围冷清 天气不会出现大太阳 也没有雷震雨 季节设定什么的都不重要 一切为剧情服务 给人一种平淡琐碎的生活 没有一丝波澜 却储存着巨大的压抑 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电影标签 惊悚 悬疑 科幻每一样都不突出 代表科幻的只有科龙人的设定 代表悬疑的是大结局中回来的是谁 代表惊悚的是什么 可能只是细思极恐的恐吧 片中没有惊吓镜头 剧情压抑 画面却并不黑暗 最终惊艳的一笔 就是女主沙拉大哭起来 背后所代表的含义 一方面我们看到回来参与决斗的人说 自己是本体 然后通过妈妈和男友的证词得到了确认 可是本体又什么时候跟二位关系这么好了呢 上一秒还嘴角流血的本体 怎么就没事了 导演设置的第一层厌恶弹 我们很容易猜到 回来的是复制体 他杀了本体 用并不成熟的开车技术 赶到了决斗场 也因为不会开车 所以被撞 因此才有瘸腿受伤的剧情 从妈妈和男友的转变态度 我们也知道 回来的就是复制体 他可能不想背负自己是复制体的名分生活 所以才和男友与家人串通 策划出了这一切 因此才能出现一家人和其相处 相亲相爱的画面 既然是这样 最后为什么又在车内大哭呢 原因很简单 活下来的其实是本体 知道了自己被杀 然后被复制体取代 这一切都是男友和妈妈一起策划出来的 不然为什么会说 需要大量的彩色隐形眼镜 自己的妈妈和男友 都想让自己这个本体死 以后的人生 自己只能扮演复制体活着 这不可悲吗 你以为这就是最终结论了吗 还不是 记得电影结束出现的那个空镜吗 那个二人想要穿越逃跑的森林 没有尸体露出土地的画面 电影中也交代搜救犬没有搜出尸体 那么无论回来的是谁 另一个人到底是死了 还是跑了呢 我们不妨开一个脑洞 二人密谋 坚决不要决斗 不然没办法确定 活下来的会是复制体 所以只能在决斗前 先把本体杀了 并选择引诱对方到边境森林 喝下有毒的水 而此时的复制体 已经厌倦了沙拉的家人 不想与他们再生活下去 它和本体的基因是一样的 最终会做出和本体一样的选择 记得沙拉最后也没办法主动杀死那只狗吗 训练时也说过 不会选择下毒 这是作为女主的灵魂赏光点 复制体也会同样拥有 妈妈和男友需要的 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人 一个符合他们条件的人 他们不在乎沙拉本人真实的样子 一切阴谋说开了 沙拉选择让复制体逃跑 自己回去面对家人 经过一年的训练 沙拉已经成长了 她已经不是那个依托于别人存在的个体了 她有能力 也有力量进行反抗了 所以她拒接了母亲的电话 也回怼了男友的要求 下一步她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了 Ghost Help Ghost 因此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导演的表达 毕竟开放式结局 就是给大家各种猜测的空间 我们愿意相信创作者的温柔 给我们一个阳光的故事 电影双重躯体 中文译名很是传神 另一种翻译叫做二重生 都可以准确概括影片逐致 探讨的是克隆人的道德伦理 和社会标准问题 就像片中质疑的是二者必须选一的制度 既然前提是克隆人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 那么他就不该被要求去接替本体的生活 他可以有自己的爱好 可以重新选择伴侣 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唯一和本体的连接 也只能是生物基因的一致性 悬疑电影本身剧情都不出菜 唯一的乐趣就是 可以通过细节分析寻找谜底 所以怎样的解说都不及原片 建议大家观看原片后 再来一起探讨 你以为真相是什么 放心不吓人